这里有五颗的人生果 是去年冬天从种子种起来的 从种子育苗的 种了大半年了 那个一个都还没吃上 它那个黄的非常的慢 你看这个长的果子是挺大的 可是呢已经做过好久了 都没有变黄 这个也是 还是轻轻的 像这种花我是全部都要去掉的 它花倒是很漂亮 它紫色的 好漂亮的花 像茄子似的 这个花都要去掉 这估计再过不久就要双冻了 你看那边那个也是 还是轻的 轻的 这三棵是最早做过的 那现在有一点点变黄了 已经有一点点变黄了 但是这一棵 它其实植株不是很大 就到这里可能营养不够 我这两棵种的太密了 这一棵呢 哎 这里有一点变黄了 是想搜这个 试试看 感觉还是有点轻啊 但是也是搜吧 搜一个 我觉得下面紫色的这个也搜一个 试试看吧 它们已经做过非常久了 有好几个月了 感觉 搜一个 搜一个试试看 看上去 颜色倒是也挺通透的了 这样 这个紫色 你看有点缓缓的了 试试看 就这个要绑回去 好了 人参果收进来了 这个 这两个人参果 它是不同株上面的 但是同一包种子 所以 先看看 感觉应该还没好 这个 有点黄了 有点黄了 感觉这里应该是最好吃的吧 黄黄的 有点软了 挺软的了 啊 这里 这里 你看这颜色就很好了 看看这边的 这颗呢 这颗感觉还没好 硬一点 切下去 这颗 硬一点 这里 这里看上去有点 没熟 这颗还没熟 你看这里还轻轻的呢 这边这颗果然 这个它早做过 也是早熟的 这边这还清绿绿的 我先吃这个吧 先吃这个看看 嗯 嗯 甜了 不错 水分好多 这 好像这个也有叫做水瓜 这个人参果 嗯 不错不错 很水呢 甜甜的 这个 挺好的 这边这个我也试一下 这边这个我也试一下 这个留着给小孩吃 我这个先试一个 嗯 好甜了 真的好甜 这个味道更好 这个带点紫色皮的这个味道更好 这个一会给小孩吃 这两个应该非常棒 非常好 看来这样子程度的就可以收获了 这样程度的就可以收获了 你看都甜了 黄黄的